这是帕斯敏画廊今年的第一次展览 展出的是三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这三位艺术家是陈尼尔、张大我和王少军 中国当代艺术鼓励我们超越自己的文化规范和经验来思考 它提供了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价值观和观点 这种文化是一种在主流话语中经常被忽视的文化 通过与这种艺术的接触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并找到理解我们全球社会的新方法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今晚的发言者 首先是画廊的总监诺诺诺瑞先生 还有我们的策展人卡塞博士 将对这三位艺术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我们的荣誉嘉宾 前德国驻成都总领事 Wolfgang Udischhaus先生 那今天的中心内容当然是中国的艺术和想象力 艺术家陈尼尔首次在德国举行展览 他本人今天也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 欢迎 他的艺术包含了四个方面 绘画、拼贴、装置和影像 艺术家张大我除了有大量的书籍和文化出版 他的作品也是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王绍军曾为中国许多城市创作过大型公共艺术作品 并曾荣获中国公共艺术学术奖 他是中国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和党委副书记 今天这个展览包含了这位艺术家的雕塑和水彩作品 另外我们的服务团队也为大家准备了饮料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小吃 希望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内 跟艺术家和各位嘉宾有更好的交流 谢谢大家 主打将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